大家好,歡迎收看審視資訊交流平台 這是我們每逢星期一舉辦的茶餘飯後鬆一鬆 有我和我的主持Winky 跟大家打聲招呼 Hello, 各位大家好 大家吃飯了沒有? 我們現在很開心 跟大家見面 開始 我們逢星期一晚上的茶餘飯後鬆一鬆 吃完飯,大家就輕輕鬆鬆討論不同的話題 好了,這就是我們的計劃 今天如果大家看到我這個造型 都知道我們在講Johnny Depp這個案件 如果不是的話 我想這次是我第一次戴耳環 我太太說如果你不戴耳環就不像Johnny Depp 那我沒辦法 我是一個很專業的演出者 要扮一個人就盡我所能 但是這些頭髮就弄得差一點 好了, Winky 我們事不宜前 我們進入正題 我們今天的正題就是講 Johnny Depp 和 Amber Heard 這個民事訴訟案件 是嗎? 是的,這宗案件 均動差不多半個地球 在英國和美國都是非常均動的 現場直播他們的官司案 其實Johnny Depp 為什麼會有這場官司呢? 原因就是因為他很不滿前妻 不滿前妻 Amber在2018年的時候 在華盛頓郵報那裡 就自稱為是家暴的受害者 嗯 那你一這樣說 那大家都會覺得 咦?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 那誰去傷害你呢? 自然是他的賢夫 就說Johnny Depp 傷害他 對不對? 所以Johnny Depp 就說 有沒有搞錯啊? 你這樣說我都有的 那對他的事業 這一場 就是對他的 這個報道一出了之後 對他的事業 對他的聲譽都大受影響 那特別是一套很出名的戲 是 加勒比海 加勒比海盜那套戲 就是海盜王 是嗎? Pirates 演出得非常成功的一個角色 深入民心啊 因為那個角色的原本 他也是去到事業的高峰 不過在2018年 因為這個報道一出了之後 他的事業就由高峰 跌到到谷底 那大受影響 所以Johnny Depp 就非常疲悶 很氣憤 所以他就要去控告這個前妻 Amber 就說他是誹謗 但是呢 這段時間 Amber 就反告他 現在有言論自由 為何我不可以說真實 事實 所以這場官司 你罵我 我罵你 結果就放在這個 舞台上 大家都在現場 看到他們有很多爭拗 在法庭裏面 背景大致上都是這樣 OK 各位網友 因為故障 有些零件故障 所以我們現在就用語音 完成今晚的talk show Winky 你好 你好 嗨 審律師你好 其實我心裏都有很多問題 因為在報章 和答案件審的期間 Amber 她提供了很多被虐待的照片 我的臉都瘀了 她聲稱是家暴的受害者 嗯 其實這些相片 是不是真的可以成為證據呢 嗯 是啊 我們看到 其實這個判案 就因為公開給全國的人 在網上收看 所以我們看到每一件證物 OK 他們怎樣 譬如一張照片 他們首先呢 就是要所謂的build the foundation 就是說 你要先建立一個基礎 是不是 那你這張照片的基礎 就是哪個人拍的 是在哪裏拍的 還有在什麽情況之下拍的 所以這個程序 是相當之花時間的程序來的 所以這宗案件審了六個星期 其實就是因爲這個原因 所以她每張照片 譬如第一張 她臉 有些魚 那樣的照片 那樣的照片 她又要Amber自己 在那個證人欄那裏 就說這張照片 裡面的人是我 那樣 那樣 那樣我幾時幾日拍 那跟著那些律師又會問她 為什麽你會拍 是不是 你是有什麽企圖去拍 那所以這個過程 back and forth的盤問呢 就足足搞了我們 有六個星期那麽久了 這宗案件 是啊 因爲很多律師都 即律師都反問了她很多問題 就是爲什麽 你化妝之後 都還有乳癢 那些乳癢真的這麽深嗎 我自己都會看到 爲什麽她的眼睛又有化妝 但是那些乳癢仍然都在 那麽很多疑點 是啊 那麽很多疑點 那麽 那麽因為這個 Amber Heard 的信用 之前呢 就是大大地受到打擊 就是因爲呢 在這個判案期間 Johnny Depp 那一邊 就揭露了呢 他那個離婚的賠償金呢 就是這個700萬 那麽原來呢 他講大話的 因爲他跟外邊的人聲稱 就是他把700萬全部捐了出去 那麽就捐給那些兒童醫院 捐給那些非奈何利機構 那麽但是 在這個法庭那裏呢 就 他就被揭穿 就其實只是捐了幾十萬的 那麽其餘那些錢呢 還在他手上 那麽他說 因爲等到現在我都還未捐 就因爲呢 Johnny Depp 告我 那麽所以呢 我需要這一筆錢 那麽的意思 那麽但這麽東西 在陪審員的眼中呢 看來呢 就是 大大地這樣 將他的信用打了折扣 是啊 那麽 他 他不單止是這個信用打了折扣 而且他也都是 就是 就是 Johnny Depp 都給了很多證據 是 虐待以前的前男友 家人 那麽其實都有很多的 就是以前做了不少的事情 嗯 是啊 那麽其實雙方面都有很多的壞事 是 是 對 在這個審判之中 是 那麽你就對我 又對你 就是 就是 說了一些糞便 那麽這些東西 那麽所以 這些根本就是我覺得 一段婚姻 就是英文有一句話就是 hang out the dirty laundry 是吧 就是 將你的醜事 是吧 就揚了出來 在這個法庭那麽 那麽但是 正正因為這些 這樣的審判呢 就令到全國 每一日呢 我見到 在YouTube上 都起碼有 過億的人呢 去看這個 的審判直播 好可怕 因爲我任何時候打開YouTube 都見到 哇 這個adronidapp live 然後又有幾十個million的人 在看的 那麽所以你將它累積了這麽多的觀看數呢 其實過去這六個星期 是為這個互聯網帶來不少的眼球的 這個審判 是呀 不過呢 審問師你覺得這個判決是否合理呢 就是 Emma 現在要賠償 是呀 那麽看來呢 這個賠償員的計算方式 剛剛我就有些少計算上的困難 那麽現在呢 就再想回清楚一點 那麽其實呢 他判了Johnny Depp 一千萬 那麽判了Emma 兩百萬 那麽即是說 你有個抵抗呢 就是 他只是需要賠八百萬 那麽這樣 那麽就八百萬那麽上下 因爲這些的審判其實 都還可以繼續談的 有得談的 那麽所以他說 OK 我現在的審判是八百萬 8 million 那麽然後你之前 啊 即是給我那些離婚那些 賠償金 那麽有些我可能還有 那麽有些我可能已經花了 那麽這樣 那麽雙方面 make a deal 是吧 即是你可不可以接受 譬如 一百萬那麽說 那麽 那麽如果我是Emma 的律師 那麽我現在就馬上打電話 去Johnny Depp 那麽說 可不可以接受一百萬 那麽然後 啊 那麽 next year 我再給你一百萬 那麽你 stop talking about this case 是吧 那麽就不要再 影響我的聲譽了 是吧 因爲現在Johnny Depp 贏了 是吧 那麽所以他 反而他出來呢 就可以影響 Emma 的聲譽了 那麽 那麽我的 point 就是呢 那麽這些 case 是個 negotiation 要繼續走 即使你那個 final 裁判 在法庭出了 那麽雙方面的律師呢 都可以繼續很積極地去 去尋求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和解方案 噢 那麽其實都還有下文的 就是都還是要 好有可能 為這個賠償 那麽繼續談下去 那麽如果他們談得到 那麽大家都不要再影響大家了 我自己這樣看 是啊 Emma 她 就是 輸了 她落淚了 很不開心 那麽她又說了一句說話 就是 你這個判決呢 其實是有違這個女性權益的 那麽其實是否真的有這樣的事呢 是否真的有違這個女性權益呢 那麽就 因為呢 他寫這個 就是報紙的文章 去詆毀這個Johnny Depp 就是 主要就是想 tap into 這個me too movement 那麽因為現在呢 我們經常都是搞一些政治運動 那麽這些政治運動 其實在網上高呢 是很有吸引力的 很多人遊覽呢 都是看這些 那麽這樣的 文章啊 這些標題的東西 那麽所以他呢 Ember Hurt呢 就當他 和Johnny Depp離婚之後呢 他就想 就是說 繼續 有些人覺得他是出頭 想出頭 那麽所以呢 他就用這個me too 就標 就是標榜呢 就說我是一個me too的受害者 而且呢 不單止是受害者 還是一個發言人 OK 即是我的地位是幾厲害呢 因為呢 他說我呢 是一個很罕有的經驗 就是我和一個 有權力的男人一起 OK 那麽然後 那麽就是呢 我就可以做這個運動的領先人 OK 或者一個封面人物 封面人物 封面人物 那麽就是 封面女子 封面女子 說是要寫一篇文章 那麽簡單 你還是要率領這個me too的運動 那麽然後 那麽繼續這樣 一路去 用Johnny Depp 的名字呢 就說Johnny Depp 以前虐待我啊 那麽所以我現在就是去率領這個me too運動 那麽這一點呢 我覺得呢 Johnny Depp 是 He has no choice 他沒有選擇了 那麽是呀 因爲其實 他自己 經過這件案子之後呢 其實他 他都 解雙元氣的 嗯 我看他的樣子都是啦 其實他 我覺得 即是怎樣說呢 嗯 嗯 有些人就說 他可能也有些吸毒的問題 即是 即是吃那些止痛藥 或者吸毒一些 比較 令到他有鎮症作用的那些 所以變成他的人 就好像很慢 你見到他 是呀 是呀 還有他的反應 亦都是好像 You know It's a little bit off 我覺得他 他真的 陪審議員 不是真的好像 聽到他想 表達什麽 想溝通什麽 然後 有些時候 我感覺到他 好像讀一些 句白出來 那樣 好像念一些 對白出來 那麽所以 那麽他作公的 態度 我就覺得 不是那麽好 所以 陪審議員 都未必是站在他的立場 我記得他另外還說了一句說話 就是 這個判決 不單止違反了 即是 不單止有違這個女性權益 他還很傷心地說 哎 美國的言論自由已死了 其實有沒有這麼嚴重呢 是呀 其實我以前都在這個台上講過 自由 言論自由 不是絕對的 OK It's not a hundred percent 那麽就是說 譬如你不可以走入電影院那裏 然後叫火警啊 這樣 那你有沒有言論自由去做這件事呢 那當然沒有 那所以 言論自由其實 是有很多的例外 其中一個例外呢 就是 不可以去 即是蓄意去誹謗一個人 講一些虛構的說話 就令到他有金錢上 和精神上的損失 OK 那這個是所謂的Defamation 那我自己覺得 他就是 拿這個言論自由呢 這件事說 其實都是 可以tie in with Me Too 那個運動的精神 那就是因為 Me Too 的意思呢 就是那些女人 是敢站出來 去指證一些有權勢的男人 那所以呢 其實那個言論自由 是跟 Me Too 呢 是 講的是 差不多是那一件事來的 OK 都是要向權勢的人 去發聲 那因此呢 就 這個我自己覺得 就是 的而且確呢 是對於 Me Too 的女權 是有一個很大的打擊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 這個 Ember 他是做錯了 這件事 嗯 都 有這樣的感受 就是 他不單止是他自己的聲譽 他有很多東西被揭發 之餘 都說了很多不應該說的東西 所以 我相信 這件事 他都需要一些時間去恢復 如果他真的想繼續 在這個影壇發展的話 是啊 是啊 其實我自己覺得 凡事不可以做得太過 太過盡 太過盡 那我認為 他呢 就是說 他可能是有 跟他的這個前夫呢 是有些不對的地方 是不是 但是 這個我看來是 Me Too 就是說雙方面 都有你罵我 我又罵你 我又推你 你又推我 是不是 所以那個的情況 就 那些陪審員看起來呢 就不像一個家暴的例子 可以這麼說 是啊 因為你有一個好的例子 就是一個很one sided 只是 那個男人打老婆 是不是 而且打到每次都入醫院 那他們覺得 這個案子就 就夠了 足夠證據了 是不是 因為老婆 入了幾時幾日 又入過急救 幾時幾日又要看家庭醫生 說 她的骨很痛 是不是 所以呢 陪審員聽不到 這一種的證據 OK 是沒有這一種的證據 那你說是有一兩張照片 而且Johnny Depp那班的律師團隊 也請了一個專家 就是這些照片 是曾經有人做過手腳 OK 即是說 是用一些顏色 用一些顏色 是filter過的 即是做過手腳 所以 這一個專家 也都是 那個的證供是相當之powerful 很有力 就是打擊到這個 Amber Heard那邊的說法 是啊 還有她提供的照片 第二天 她也是一個很出名的明星 所以她在網上高 在不同的media 她都有不同的照片 那她 即是說那張照片 是幾月幾日被害的 但是其實第二天 她上鏡的時候 已經沒有那些痕跡了 是啊 很奇怪 很奇怪 是相當之奇怪 很奇怪 很奇怪 整個 即是Johnny Depp那邊 是把Amber Heard的故事 是 拆了 即是拆了很多的層 拆了很多層 即是說 她是有很多破綻 在她整個故事 那些破綻 當你有一兩個破綻 即是說有時候 陪審員都可以 即是忘記 但是 如果你的故事 從頭到尾 都是好像 好像有很多疑點 是不是 那 即是 這件事說起來 好像 不是很吻合 還有 又說 她將一些 新聞 專門洩漏 給那些狗仔隊 知道 然後那些狗仔隊 過來拍她的照片 是不是 那這些這樣的動作 亦都是令到陪審員 覺得 你是否真是一個被打的女人 即是被打的女人 會不會叫狗仔隊 出來啦 拍我的照片 我被老公打 對 就是 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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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審員 他們很多時候 他們覺得 正常人 但是他們 一群人 這樣 就會有很多 正常的 即是他們互相提醒 他們說 原來你這樣說 又真是合理 所以 我自己覺得 整個故事 給陪審員看 根本是 不可以相信 Amber Hurt OK 是啊 所以 其實這件事 但是又很奇怪的 審問師 因為這件事 在英國 都有做審判 但是 為什麼在英國 Amber會贏 但是在美國 Johnny Depp 就贏了 據我了解 英國那個 就不是太清楚 但是Johnny Depp 是告一間的 那些小報 OK 英國很多的 八卦雜誌 八卦小報 這個八卦小報 叫做 Sun 是不是太陽 就說 Johnny Depp 是一個 Wife Beader 即是一個經常打老婆的人 所以Johnny Depp 在英國 就告這間 的報館 但是 在英國的法庭 就是由 法官判 不是由 陪審員判 因此 那個法官 就很不喜歡 Johnny Depp 就說 是有十二項的指控 是成立的 即是說他家暴的指控 是成立的 因此Johnny Depp 就輸了那場的官司 但是 來到美國這裡 那個法律的程序 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裡就有陪審員審 而且 看來 他在美國的受歡迎程度 可能 比英國高很多 是不是 在網上高很多人支持他 因此 令到他的勢 就越來越厲害 因而 就打贏了這場官司 都合情合理 我多謝審問師 今天 幫我們 用法律的角度 去分析了整個案 我都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 一單案 就算是 家庭的糾紛 但是 為什麼可以放上法庭 原來 都有很多 程序 證據上面的東西 都可以 學到 我們大家 其實 我自己覺得 這些表演 是好的 因為 有些人覺得 這麼八卦 看這些東西 但是 你可以看到 美國法庭裏面的程序 在一個民事案件 究竟 打路上法庭的程序 是怎樣 即是哪一邊先行 在這裏也呼籲一下 就是我們 審治案律師事務所 會舉辦 我們第三次 法庭翻譯 培訓班 Winky 你以前也上過這個培訓班 是呀 我們第一屆的學生 是呀 好了 所以 我們這個培訓班 我就是 每年的Summer 我都是 offer給大家 就是 不收學費 現在 大概有十多個人 報了名 我們這個星期四 就會正式開第一班 如果大家是有興趣 去學一下 怎樣 在法庭上做翻譯人員 就可以聯繫我 我就可以 在網上去做這個 Zoom 的課程 大概兩個月 OK 那 我很少買廣告 但也要講一下我的電話號碼 是嗎 如果是有興趣 參加這個課程 就打 100 672 1111 OK 100 672 1111 那我就可以加入這個班 OK 這個班 這個班 最大的好處 除了是 可以 可以升級你的英文水平 之餘 之餘 都可以學到很多 法律的知識 所以 其實是 值得去 就是花時間去學習 去 跟沈律師去學習 也是一件好事 希望大家都 參與 OK 好了 今晚這個節目就講到這裏了 Winky 是呀 多謝你的時間 謝謝沈律師 多謝你 Good night everybody 拜拜 拜拜